十一長假第二天,中共中央巡視組原副部級巡視專員董宏被查處 董宏曾長期追隨王岐山,曾被視為王岐山大管家 王岐山任中紀委書記期間 董宏曾帶隊巡視上海復旦大學、江蘇省、中國移動等上海邦及江澤民家族勢力地盤 據稱,董宏曾任中共元老薄一波秘書 董宏落馬內幕令人猜測,凸顯中共政局詭異 10月2日,中共中紀委官網宣布 中央巡視組原副部級巡視專員董宏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目前正接受中共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董宏是2020年至今第15個落馬副部級高官 值得關注的是,與其他落馬高官不同 中共中紀委官網通報中未列出董宏簡歷 公開信息顯示,董宏1953年生 遼寧省海城市人 1983年任中共中央務問委員會秘書、研究室副主任 據報他長期擔任時任中估委常務副主任薄一波的秘書 1992年,董宏任廣東省佛山市市長助理 1993年任當代中國研究所副局長、局長 1998年任廣東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主任 2003年3月之後,在王岐山擔任廣東省副省長、中共國務院 體改辦主任、海南省委書記、北京市長期間 董宏一路跟隨,相繼擔任過廣東省政府副秘書長 中共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生產體制司司長、海南省委副秘書長 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等職務 2006年6月至2013年8月,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 王岐山擔任中紀委書記期間,主導巡視工作 董宏曾多次出任巡視組副組長或組長 主導巡視上海復旦大學、江蘇省、中壹棟等上海幫及江澤民家族勢力地盤 2013年中共十八大後,在第二輪中央巡視中 董宏出任第二組副組長進駐新華社 2014年董宏曾先後出任巡視上海復旦大學和江澤民老家所在地江蘇的中央巡視組組長和副組長 2015年2月,董宏任中央第十二巡視組組長 進駐中國電信集團公司與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開展專項巡視工作 江澤民長子江棉恆被稱為中國電信大王 江棉恆的電信王國覆蓋中移動、聯通和中國網通 任了強烈tera廣闪電信九七十二迷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